中共中央政政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今天在北京会见了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 周永康首先对吴作栋来华出席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表示欢迎 他说 阁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为促进中心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久前 李显龙总理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 中方愿同心方一道 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周永康表示 长期以来中心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苏州工业园更是成功典范 当前 中国党和政府正在致力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愿加强同新加坡的交流合作 努力使之成为中心合作的又一重要领域 共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吴作栋表示 社会管理对新中两国都是重要课题 赞成和支持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合作 共同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心中友好关系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的 希望在新的时期得到传承和发展 感谢观看